买些大单位收租是很傻的字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分别一下大单位和小单位 我是怎么定义的呢? 三房以上我已经觉得是一个大单位 小单位是两房以来 纳米楼,例如开房式那些 尽量不要买 除非你真的买不起一房,考虑开房式 首先我们说一下大单位和小单位最主要的分别 大单位赤数越大,总价当然越贵 小单位因为赤数小,所以单价来说容易入手 在投资角度是容易买入,容易租出,容易转手 这些单位在市场的流通性是比较大 只要你的价钱是市价,不会卖半年都卖不出 因为买小单位的客户是更加广 不论是租购买,你都可以卖给或者租给单身人士 或者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的小口之家 这个群体的受众是总比大家族的人多 很少有时会买一间三房自己用 一来就价格是比较贵 二来他本人都未必用得上这么大的空间 而在社会发展的层面来说 大家族或者大家庭在这个社会是越来的少 反而单身啊,丁黑啊,或者两三个人的小口之家是越来的多 市场对小单位的需求是一路存在的 我相信将来都是 但对大单位的需求是慢慢是少了的 当然,有人会说整个房屋市场大单位的供应量始终是少 所以他面对的竞争是少 这件事是对的,但他忽略了一件事 租金或者是楼价贵到一个地步 那些大家庭其实有很多选择 租A屋院,他可以选租B屋院 甚至又跨区租其他区 我就不觉得是竞争小了 那你到时面对的竞争,跨屋院或者跨区 好像我之前接过一个客户 他可以租启特的三伙 又可以租荷文田的三伙 又可以租港岛的三伙 大家族的人其实重口难调 例如爸爸喜欢A屋院 妈妈喜欢B屋院 那他们又怎样去谈呢? 甚至如果三代童童 爺爺喜欢有花圆的话 你走得妈妈就走不了爸爸 就得到爸爸妈妈到未必走到爺爺 你很难一个单位是完美 可以满足所有家庭承诺的要求 小单位就一个家庭 最多都是两把口出声 但大家族不是 买楼收钟最看的就是租租比 而小单位在租租比里面是最高的 车数越小车租越贵 反过来说大单位的租资是相对来说低的 出到来的租租比一定是小单位吸引过大单位的 一手市场的大单位通常拿的是屋鸢最好的景观 通常它的单价是比较贵的 到你收楼的时候 你这个这么漂亮的单位有一个漂亮的景观 你会不会租贵一点? 会的 但会租贵多少钱呢? 其实是相当有限 大单位在二手市场 就算它景观好一点 尺角都是比小单位便宜的 尤其是五六年以上 甚至是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的二手市场 入手一些大单位的话 其实可以在二手市场找的 你买的性价比是更加高的 如果你是不买楼收租 你会买一个大单位 还是小单位 可以留言说下你的选择 今期你的节目就到这里 拜拜